各位兄弟姐妹 各位最感要神父 今日和大家分享 復活慶典前夕的夜间礼仪 我们都截录了这一部份的圣经 今天只是讲道 希望大家如果能走就能 要真去参加实体的彌撒 例如中心也可以 回地址堂举也可以 好了 不过无论你是不是参加集体的彌撒 我都鼓励你听下我其中一个神父 对夜间礼仪的了解和心得 我们的题目叫做耶稣的毁托 毁托是什么呢 正像入门圣事 有教有领圣事 入门圣事 有新教有领入门圣事 我们都领过入门圣事 那究竟因为这件入门圣事 耶稣毁托我们做什么 那我们都是读节禄的圣经 接着我就讲道了 第一篇读经 公读创世纪第一章 在起初 天主创造了天地 大地环视混沌空虚 深渊上环视一团黑暗 天主的神在水面上环合 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 天主见光好就将光与黑暗分开 天主称光为州 称黑暗为夜 过了晚上过了早晨 这是第一天 天主说 让我们照我们的超将 按我们的模样做人 叫他管理海中的鱼 天空的飞鸟 生畜各种野兽 在地上爬行的各种爬虫 天主于是照自己的超将做了人 就是照天主的超将做了人 照了他们男和女 天主祝福他们说 你们要生育繁殖 充满大地 治理大地 管理海中的鱼 天空的飞鸟 各种在地上爬行的生物 天主又说 看全地面上结果子的各种蔬菜 在果内含有种子的各种果树 我都给你们作食物 至于地上的各种野兽 天空各种飞鸟 在地上爬行 有生物的各种动物 我把一切清除 给他们作食物 是就这样成了 天主看了他做的一切 另外 样样都很好 过了晚上 过了早晨 这是第六天 上主的话 感谢天主 请大家默奏少许这段圣经 创造的奇迹 第二篇读经 讲出谷记的 公读出谷记 那时候 上主向梅塞说 你为什么向我哀号 吩咐以色列子民起形前行 你举起棍杖 把你的手伸到海上 分开海水 叫以色列子民在海中干地上走过 美汉 我要使埃及人心眼在后面追赶以色列子民 这样 我好在法郎和他全军 战车和骑兵身上大显神能 我向法郎向他的战车和骑兵 大显神能的时候 埃及人将会知道 我是上主 到了天亮 梅塞向海伸手 海水流回原处 埃及人仍着水逃跑的时候 上主将他们投入海中 回流的水 已没了法郎的战车 骑兵 以及跟着以色列子民 来到海中的法郎军队 一个人也没有留下 但是以色列子民 却在海中干地上走过去 水在他们左右 好象牆壁 这样 上主在哪一天 从埃及人手中 拯救了以色列人 上主的话 感谢天主 上主拯救了我们 公读以色列人 先知书第五十五章第一节 上主说 凡口渴的 请到水泉来 那没有钱的 也请来吧 请来来 不花钱 不收费的 走过来 你们为什么 为哪些 不能冲击的东西花钱 为哪些 不足果福的东西 浪费身金呢 你们若细心听我 你们就能吃到 丰美的食物 你们的心灵 必因饱享 佳额而起源 趁可找到上主的时候 你们应尋找他 趁他在近处的时候 你们应呼求他 来归赴我们的天主吧 因为他事负于仁慈的 因为我的思念 不是你们的思念 你们的行径 也不是我的行径 上主的愿意 就如天离地有多高 我的行径 离你们的行径 我的思念 离你们的思念 也有多高 譬如雨和雪从天降下 不再返回源处 只有灌概天地 使之生长墨顾 尚惑播种者种子 供给吃饭者食量 同样 从我口中发出的言语 也不能空空地回到我者里来 凡之他必实行我的旨意 完成我派遣他的使命 上主的话 感谢天主 公道圣保禄中途 自罗马人书 弟兄姊妹们 难道你们不知道 我们受过世 归于基督耶稣的人 就是受世 归于他的死亡吗 我们借着洗礼 以归于死亡 与他同葬了 为的是 基督怎样借着父的光荣 从死者中复活了 我们也怎样 在身生活中度生 如果我们借着 与他相似的死亡 与他结合 也要借着与他相似的复活 与他结合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救人 以与他同地在十字架上了 使那属罪恶的自我消逝 好骄我们 不再作罪恶的奴隶 因为 以死的人 便脱离了罪恶 所以 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 我们相信 也要与他同生 因为我们知道 基督既从死者中复活 就不再死 死亡不再统治他了 上主的话 感谢天主 公读圣迈以国福音 阿瑟人一过 坟墓的门口 移开那块石头呢 但是举目一望 看见那块很大的石头 已经 滚开了 他们进入了坟墓 看见一个少年人 坐在右边 穿着白衣 就非常惊恐 那个少年人向他们说 不要惊慌 你们尋找 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 纳杂纳人耶稣 他已经复活了 不在这里了 请看一下 安放过他的地方 但是你们去 告诉他的门徒 和百多禄话 他要在你们之先 到加利利亚去 在那里 你们要看见他 就如他曾经 告诉过你们的 基督的福音 基督 我们赞美你 我们赞美你 我把这个主题 基督真是会找一班 知同道合的人 跟他一起去建设天国 四半福音都是讲天国 四半福音都是讲天国 他委托 跟他知同道合的人 和他一起去建设一个正义 人爱和平的天国 这些字 有光 我们都是天主的超障 我们要管理 他拯救 我们要完成天主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要在新生活中度生 耶稣復活了 我们也復活了 我们要度一个復活的生命 光 照障 管理 拯救 使命 生活 復活 这是我们的主题 天主说有光 就有助光 让我们照我们的超障 做日 叫他管理海中的鱼 天空的飞鸟 生虫 天主看了他做的一切 认为样样都很好 本来样样都好的 越来越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们忘记了 圣经的召唤 我们忘记了 圣经叫我们做什么 光 使我们能够看清应该走的路 特别是正确的方向 我喜欢方 是这个字 方去一错 就是越走越远的了 曾经一个人 由中原 就是中国总部 去楚国 楚国 就是南亚 广东亚 这些一大地方 就是南方的 但是 这个人就向北方走 走着 看到一个人 别人问他们去哪 我去楚国 他说这里 你向北走不对 那人答 嗯 马良 我这马 是千里马 不用怕 如此这般 他遇到第二个人 你走错路 不用怕 我的旅费很够 不用足 他继续走 遇到第三个人 你走错路 他说不用怕 我开车的那个人 是很厉害的 那别人就跟他说了 你的马越好 你的费用越多 你走错路 你越离开你的目的地 所以你上开车 一定要用心开车 還要抬头认路 认错路 就是家伙了 光 给我们看到路 和看到方向 我们是天主的超障 记住 既然是这样 人人都是平等的 各国都是平等的 教教都是平等的 在香港我听过 有好几个所谓才子 就是说 顶呱呱很厉害的人 他们一看就是 你看一下 G7这七个工业发达的国家 他们是这样说的 中国就带领非洲这些国家 这些国家是说别的 明显 他认为G7是重要的 200个国家里面 193个国家都是不重要的 而他们这帮才子 都有信基督 还有信天主的人 是天主教徒 或者是基督教徒 不相信人人平等 因为他们不知道 人人都是天主的超障 而我们呢 是我们管理世界的 不是霸占世界 我们不是世界的主在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德国报道的时候 我开玩笑 我问德国这片土地很漂亮 属于哪个的 不用想 德国人的 我说错了 德国不是属于德国人的 美国不是属于美国人的 中国都不是属于中国人的 是属于天主的 他交给我们去管理 所以我这里很严肃 和大家说一件事 一定要记住 教制教宣要记住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 我们要向选民交代 是对的 不过更加要向天主交代 因为属民都会有 集体自我中心的时候 集体自我中心 不管天主 记住 中国这片土地 是属于天主的 交给我们中国人去管理 使得世界人人都能够 得到整个世界的利益 All the earth belongs to all the people 整个世界是属于全人类的 整个地球是属于地球上的 200个国家的 不是属于某一些强国 我们只不过是管家 上主在那一天 从埃及人手中拯救了以色列人 我强调它是拯救这两个字 拯救 天主拯救 我们都要自救的 永远是人神合作 我说过两三次了 在人头上 天主50分 我们50分加上100分 天主的50分一定做到足的 我们这50分有时做了两分 总共52分 做了40分就90分 如果我们做了49分 我们就有99分 天主一定会拯救我们 尤其是拯救弱者 我记得美则的解放神学 有一句很漂亮的说话 preferential option for the poor 优先选择穷人 优先选择穷人 preferential option for the poor 这里我很少说的 家里有个家主 或者爸爸 或者妈妈 我不知道 他是总统 他是总理 他是大学教授 好了 如果他说错话 家人会怎样呢 如果妻子识奸丈夫 丈夫识奸妻子 子女识奸父母 或者正恋出来做事了 爸爸妈妈已经老了 爸爸妈妈认识奸子女 就是中国人说的 增子 增神 增友 你猜 那个说错话 做错话的领袖 会不会改过呢 老婆慢那么闹你 老婆慢那么说你 我觉得 如果这个领袖有错 他家人不应该是负责的 因为你现在缺少了 增子 增神 增友 增夫 增妻 没有了这个增 没有人去间跌 如果是 珠门走肉 臭路 有动死骨 我告诉你 这个是人类的罪恶 人类的耻辱 是我们全人类都要承担 这个耻辱和罪恶的 我这里都说过的 世界上很多人死于不幸 我竟然不知道 但是 正因为我不知道 所以才有这么多人 死于不幸 珠门走肉 臭路有动死骨 因为太多人 不懂得牵责 这个人类的罪恶 和人类的耻辱 其实 唯一 永恒真正的 快乐之道是什么 是 助人为快乐之伴 节制是快乐之处 我这里说过很多次 我不再重复 希望大家相信 助人 真是快乐之伴 不单止个人与个人要这样 甚至国家与国家都应该这样 民族与民族都应该互相帮助 都应该明白什么叫做助人 不是快乐之伴 这个我刚刚昨晚做的 哼 本来是富贵到头皆梦幻 英雄谭子又山幼 我想去讲一下 豪强到头皆梦幻 你很厉害你拥有全世界 到头 三十年后 五十年后 一百年后 都是梦幻 霸王 霸占全世界 统治全世界 色尽全世界 色尽全世界 霸子之间 一片黄土 霸王 霸子又山又 霸那麽多 做什麽呢 生霸死霸 我来做什麽呢 这句话 我希望大家记住 教祭教宣家 记住 我昨天有小小事 想看一位牙医 我一坐下 她立刻 似在她的墙壁上 震夫 我在这里挂了你的名句 天飞师傅一人 托耳仲贫 借知名 她说 我这看护的色念 这些名句 好了 其中一句名句 我很少说的 愚蠢人放弃机会 聪明人掌握机会 智者会创造机会 记住这些 人在这个世界上 繞个圈很快就完 但是你怎样繞个圈 你现在或者是不知道 你死的时候 你说 我怎样过了这五十年 怎样过了这八十年 愚蠢人放弃机会 聪明人把握机会 智者创造机会 我前几天都说过一句 不知见不见他豪言壮语 如果要我小作事 而延长生命 不如我要多作事 而减断生命 因为今天有千在难逢的 覆传机会 不要等 一定要善用机会 趁可找到天主的时候 去找他 趁能够为天主工作的时候 为他工作 上个星期有人留言 我忍了些名字 不过意思差不多 有些学校教育 由幼稚园开始 已经教自我中心 自我权利 自我自由等等等等 所以有些地方到处有枪击事件 有些国家都变成了毒品的国家 因为人人都自我中心 自我权利 自我自由 政府都没有负 天主圣言 天主圣言 会必备完成的 要完成我 排行他的使命 我刚刚填了一首 词的一首歌 送给那些无独者 我希望他 明世光晚会唱的 另终有一段是 耶稣 我要尽你给我的天家 写你未完的诗篇 写耶稣未写完的诗篇 做耶稣未做的事 耶稣救赎了全世界 对的 但是他未救赎你的儿子 所以你应该和你的儿子讲道理 是的 但是他认识天主 做一个很好的教友 一个好的公文 写耶稣未写完的诗篇 天主救赎了世界 但是他需要借你的口 去和学生 讲生命之道 需要很多人和他一起 去见识一个大同的天国 一个和平的世界 天主圣言必备完成 条件是人类和天主合作 人类和耶稣合作 写耶稣未写的诗篇 我们借着洗礼已经归于死亡 与耶稣同葬了 我们的事 基督如何借着父的光明 从死者中复活 我们都怎样在新生活中导生 同葬就是摆脱历史的束缚 死于自己 死于自己的毛病 死于自己的知识 记住 知识都可能是跨着我们的目 因为我们不能够进步 死于我们的知识 死于我们的成坚 死于我们的救人 这个就是同葬 你不葬这些东西 不悔改 你认识不了耶稣的 新生活就要活得积极 生得积极 老得顺服 病得坦然 死得安乐 好美的新生活 记住 善生就会安死的 孔子说了他好美的说话 未知生 焉知死 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连生命是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不敢讲死亡 不敢讲生后 不敢讲天堂地狱等等 我在读初中的时候 有个神司讲天堂地狱 讲到栩栩如生的 是的 很厉害的 哇 我们每个人都想 他是不是去过 他讲到栩栩如生 好像他去过那样 很多人是这样的 连生命是什么都不知道 他不敢讲死亡 是的 所以孔子叫人 你未知生焉知性 你认识生命是 你未知会讲死亡 是的 有人呢 我们香港有神父呢 以为孔子不对 其实未知死焉知生 你知道死亡 你就知道如何生活了 这位兄弟觉得对的 不过千万不要说孔子说错 是两条腿走路 未知生焉知死 对的 未知死之生 都对的 但我更加强调是 未知生焉知性 真的要认识自己 由习根信仰 到热爱家庭 投身社会 空怀祖国 放眼世界 甚至注目永恒 很多东西我们要知道的 去认识这个世界 整本圣经 都是一本生命说明书 好地读通 要攻他 是的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生命 不要不问苍生 问鬼神 苍生你不懂 慢地说鬼神 现在你不重视 慢地说将来 地上你不踏实 脚踏实地 你慢地说 虚无漂越的天上 所以事实上 不少信徒 整整下不信就是这样 因为那个神 那个天主 那个耶和华 怎样都是 我说过很多次了 若有若无 此有还无 事有是无 我再说这两句说话 都是百分之一百对的 未知生 未知死 未知死 未知生 你们尋走纳被丁 做十字架上的纳走纳人耶稣 他已经复活了 这个很重要的 用复活 一个必胜的心境 去面对人生的全部困境 和一切的支离破碎 这个很重要的 心中有复活的训练 用这个训练先 去面对人生的支离破碎 这里还蛮有趣的 有个大勇 孟子说的 他说 暴虎凭河 死于无悔者 吾不如也 有个人逃手 打老虎 不懂游泳 就硬去跳楼水 去过河 实死的 不是勇敢 真正勇敢的人 必也临时而举 遇到问题 他怕的 不过毫谋而成 他一直都有准备 到时很镇定 不会慌乱 毫谋 毫谋 这就未成功了 其实这个毫谋 包括了一个复活的训练 是的 很多人说 你从哪里跌倒 从哪里爬起来 应该有个训练的 任你多惨多惨多惨 你会战胜的 天主会跟你在一起 这些信念 就是复活的信念 善有善 悟悟悟悟 不在生前 必在死后 我们今日的成败得生 是超短暂的 唉 任你十年 一百年 二百年 比起一千年 一万年 十万年 永恒 超短暂 这样的成败得生 你怎样可以 跟永恒的得救 或者沉淪相比 千万不要 进入永远的沉淪 要追求永远的得救 用必性的信念 去面对人生的支离破碎 尋求永恒的得救 千万不要 求求其其 慢慢地沉淪 好了 我们领导的社会 有三个 这四名 新知世济观望 我试下用中英文 看看大家 我们借洗礼跟监政 同时也领受了先知 司祭 君王之职 through the sacraments of baptism and confirmation we are bestowed the duty of prophet, priest, or shepherd, and king prophet, priest, and king 君王不是自己做王 而是让上主在我们的心中为王 也在我们的家中跟世界为王 KING We are not kings We surrender our all to God So he lives as king in our hearts, our home, and in our world 我们按天主的旨意度成全的生活 善用天主创造的万物 致力建设一个和平正义人来的世界 让天主在宇宙中为王 让天主在万物中为王 We live a perfect life according to his will We make sure of all his creation for the good and strive to build a peaceful, just all-loving world with him as the king of the universe He is the king of the universe 这个统治世界跟天地万物的主宰 指定下一条法律 这个爱只有一个内容叫分享 This ruler who created the world and all things in heaven and on earth has made only one law, love and love has only one content, sharing 若然然能够这样 天上一顶太平世界大同 跟天国领格也是指日可待 If we are able to share The world will be at peace The world will be one The arrival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will be imminent Inminent 但很多时候在我们心中 和在世界为往的不是天主 而是经贤、群世、奢侈、意乐、伴灵和动灵 很多人都想伴天主 成为天主 But often times The king in our hearts and in the world is not God But mammon Power Material comfort Enalgence Superficial beauty And the maintenance of youth Eternal youth Many people desire to play God They think they are God 先知就是做天主的大元人 传扬天国的喜讯 用言语去宣讲要关生命的丰盛 人与人交往该有的爱德 社会的正义 和平与应有的秩序等等等等等等 真者的先知也要能说给人听 说给人看 Prophet We are to speak for God to spread the good new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to preach openly about the bountiful life to show love to demonstrate social justice Peace and order A true prophet must also be consistent in words and deeds Words and deeds 四季表示我们能够直接跟天主交往 藉着读经明白天主的圣意 因为圣经是一部生命说明书 Priest We have a direct channel to God By reading the Bible We understand His holy will As the Bible is an instruction manual on life 藉着祈祷 借着祈祷让我们与天主心心相应 用天主的眼睛看世界 用天主的心爱世人 藉着领圣事特别是圣体圣事 我们会找到基督做我们一生的同行者 干苦与共 Though prayers We are at one with Jesus See the world with His eyes Love with His heart And by receiving the sacraments Especially the sacrament of the Holy Eucharist We find that Christ walks with us In joy and in sorrow 我们领受了入门圣事 其实也是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并多了一份贵属感和责任感 Receiving the sacraments of baptism Is a choice of living a new way of life With a sense of belonging and responsibility 有一个新的生活圈子和一群新的朋友 在一种新的价值观中互相勉励 久而久之一定会有所转化和改变 鉴于只相信而不灵系 有很大的分别 A life with a new circle of friends There are values such that Through mutual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Over time we subject to a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 This is the big difference between Just believing and making a firm commitment Through baptism 很想你和我们点赞留言和转发 我想用旺东西只是强调一点 就是君王之席 我们太多人想统治这个世界 太多人想拥有这个世界 那一个例子 是新鲜热辣的例子 哪个是君王 梦尼克 我刚刚上网抄回来的 在几日前 在梦尼克有叫做 security conference 就是在一个安全会议里面 不说名了 有人说 我用中英文都一起说 在国际体系里面 你不在参照上 就在菜单上 即是说 你一天就吃东西 你一天就给人吃 在一个国际安全会议上发言 if you are not at the tabl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you are going to be on the menu 一个国家能够说出这些说话 是代表什么 是代表有些国家 愿意成为天主 永恒地统治天主所创造的地球 和天主的肖像全部的人类 希望各位兄弟姐妹 自己相信 我们包括是官家 都教你们的子女 不要妄想去扮天主 好了 我们囚犯的东西 都希望打出来给你们 我们囚犯的人看一看 中文在这里 英文在这里 英文在这里 希望大家支持我们这种信仰 因为这个真是很美的法义信仰 好了 愿復活的基督 祝福你的家庭 祝福你的工作 愿你快乐平安 万事圣意 千在你 至少 我可以找到 一种 一种 一种